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王选同志的遗体 19号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王选同志因病于2006年2月13号11时03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70岁 王选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黄菊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王选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今天上午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 哀悦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王选同志 横幅下方是王选同志的遗像 王选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白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上午九十许 胡锦涛 网民优优独播剧场上 温家堡 贾庆林 曾庆红 王兆国 吴宜 周永康 贺国强 黄刚 李兰青 何勇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王选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 向王选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与家属 一一握手 表示深切 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央和国家机关 九三学社等 有官方面负责同志 以及王选同志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王选同志 病重器件和逝世后 前往医院探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王选同志 对王选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慰问的 还有 王乐泉 回良玉 刘琦 刘云山 张立昌 张格江 陈良宇 于正生 郭伯雄 曹刚川 曾培言 李鹏 万里 乔石 朱镕基 李瑞环 宋平 刘华清 魏建行 薄一波 徐才厚等 王选同志 是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人民教师的优秀典范 他一生现身科学 但博名利 他在计算机应用研究 和科学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成就 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